OK 那首先每一次上課都有把影片給錄製下來 上個禮拜主要是第三次上課 比較重要的部分我們已經 把台北市的住宅切到案件的範例大概原則上講解完了 裡面比較重要的部分包含就是說 我們如何去取得資料裡面的某一些可能不存在的欄位 那包含什麼包含它裡面哪一個區 那區的話是比較簡單密的就OK了可是如果我今天要取得是哪一條道路的話 那因為取得的資料 它那個路跟街跟道它位置不見得是在儲存格的固定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我們就需要用到Find跟那個IfAir 然後再加他密的才會辦法把這個 要的資料給抓下來抓取 那除了說用那個Excel裡面的公式之外 其實還可以用VBA啦所以後來我們又講了一個VBA 相關的程式的話基本上也是一樣在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 第幾個單元 這個台北市 住宅切到點位置這個資料裡面 所以呢如果相關的資料假如你有些地方已經 不是很清楚的話這邊都講到另外我們其實上個禮拜還有個重點就是說 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這些這些相關的 這個 功能把我們需要統計分析的結果給做出來 包含就是說 到底哪一區的住宅切到按鍵最高 OK那這邊可以看到 比例最高的話其實是中山區吧這邊有顯示 那其次的話呢那你可以繪製成圓形圖啦直條圖 那哪一條路上的切到按鍵最高 最多啦這邊也顯示出來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 直條圖裡面還可以加上比例的話你可以用那個 所謂的那個直條圖的一個它有具備有百分比的功能 OK你可以選這個圖形 那其他的話還有相關的那個MID啦就是IFER FINE等等的函數 那最後完成的公式其實蠻冗長不過其實都大部分都是用複製貼 的會比較多只要不要 貼錯 那理論上要做出這個結果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的一些相關重點後面我記得好像我還有 補充VBA VBA部分難度會比較高啦 不過建議呢回去可以再把這個程式跑跑看 然後有問題的話可以再把它提出來 那當然呢 上面這個部分是輸出公式 有沒有把公式直接就 放在 我們的雙引號裡面做輸出 那另外的話呢還可以怎麼樣 用那個 就是 VBA裡面的那個邏輯判斷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主要是做一個邏輯 如果有找到的話呢 那就執行這個 那就找A就是找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再找B是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並且把它切割下來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最後如果你想要怎麼樣 再把它 結合所謂的爬蟲的話 那我這邊有個補充 這個爬蟲部分的話 其實 你只要開 這個應該 理論上只要開 開一個那個空白的Excel 那因為呢我們看到的那個網址 就是 假如你已經知道那個 台北市的這個網址 他是住宅切到這個連結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怎麼取得呢 其實就是我們點一下下載 那表示 他就直接點下去他就下載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這個網址的位置 你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那最後記得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 這個範本 也許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把它貼到這裡 這個位置 貼上 Ctrl V 貼上 也就是 一模一樣 他就會幫我把 這個資料 直接抓到我們的Excel OK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把這一段程式 在雲端上面的第11頁 這邊有一段 住宅 切到下載 這個資料下載 那他主要就是說 先把舊資料清空 然後呢下載新的資料 並且插入E欄跟F欄 就是區跟路街道 所以如果把這一段複製 我們開一個空白的好了 開一個那個 假設你們要試的話可以 開啟之後的話一樣 先把V Geo Basic先叫出來 開發人員 然後呢直接就貼到哪裡呢 他按右鍵 開一個 模組 把程式貼到這邊就可以了 Sub到End Sub 自大放大的話工具選項 把它放大撰寫風格 12號字 那假如我們執行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 這個網址上面的那個 CSV檔直接就下載到我們的Excel 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並且在插入E欄跟F欄 是所謂的 區跟路街道 OK 那你會發現他就下載資料了 並且插入那個 那個什麼呢 兩欄 這兩欄 所以這個是 Column 有沒有 掛F E 到F 點Insert就是插入這兩欄 然後在 這個的話就是把這個區這個字 放到這裡來 那這個路街道就是把它放到這裡來 那就完成 我們初步的要的東西 也就是說如果你 將來 不需要每天都去 抓這個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用爬蟲的方法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爬蟲 那你可以發現這個如果更新過最新的資料的話 他已經更新到110年的11月17號 這個應該是最新的 OK那這個部分的話是 上個禮拜 的一些相關重點說明 那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呢 再幫我開啟那個 範例檔案裡面的 日期時間函數 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最重要 我們要練習什麼 其實這邊有個問題 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就是說呢 如果我希望 產生每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 產生第一天 之後 那我希望能夠產生 整個年 就是 一年 總共有365天 那我希望呢產生第一天之後 那其他的話可以向右向下 來自動 全部 都幫我把年曆給做出來 那並且將來改這個日期 只要改第一天日期的話 比如說 改成2020 2021好了 他就會把2021的全部的日期 全部 通通都一次完成 這個啊該怎麼做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是 他是禮拜六禮拜天 我要用別的顏色標示的話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什麼快點的方式來做 當然一整年 你如果一個一個選 一個一個填顏色 那很浪費時間 所以這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 稍微再看一下那個 第三個單元的日期時間函數 待會我們 我們再來針對這一題喔來做說明 OK 所以請各位 先試試看喔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喔 我們先試試看喔